所以他定义的寻恩之路 学士之旅和和平之旅 是完全正确的方向 我们终于找到一个不可动摇的 九二共识的关键基础了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马英九率领的青年团终于到了南京 而且终于到了中山林 你知道中山林是过去很多人 梦寐以求希望能够到达的地方 那当时候是在1980以前 两岸的时候还没有办法互访的时候 那在我们读书那一回呢 大家都知道中山林可是一个圣地 这个圣地如同大家觉得北京 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圣地是一样的 好几个重要的地理名词 在过去台湾的学生来说 只能从课本来阅读 或者只能从一些遥远间接的影片 来加以阅读 那就包含比如说北京 上海 苏州 杭州 南京 都是如此 而南京 特别是中山林 几乎是所有当时读过这段历史的人 还有那些时代的学生们呢 包含我自己呢 都一定想要去的地方 不会有一个那个时代的学生啊 到了南京而不去中山林 好了 那么 马一九 终于自己到了中山林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1988年两岸开放可以互访以后 马一九他就在台湾的政府机构里面 一直做很重要的位置 那么那个时候这些位置的人呢 是不能随便访问两岸的任何行程的 好吧 正因为是这样 他其实啊 梦寐以求要到中山林这个机会了 是一直没有发生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呢 他在业余的过程里面呢 还挥毫了 而且呢 把国父遗训给大声的送补了 接着是带着整个青年的学生 能够进到这个中山林的氛围之中 我这样讲就是说 马一九他其实透过 寻根之旅和文化之旅 以及和平之旅 他想要重塑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 这个不可动摇的基础呢 是华人共同有的记忆 是两岸的中国人共同有的记忆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从国父孙中山先生 当时候把满清给推翻 而且号召各方的能量重新建立了中华 那么这一个文化的关键力量 当然就得回溯到孙文 孙中山那边去 他等于是在中山林 泛起了所有人这个关键的记忆 请注意 这个关键的记忆 就是一种共识 也就是我们可以回到 当时光顾会谈 所形成的九二共识 这个九二共识 绝不是朱立文那些 所说的没有共识的共识 而是有一个真真实实 不可动摇之基础的共识 这个共识 从中山林 孙中山先生那边开始 就是一个踏实的 稳固的基础 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物 它也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东西 它是实实在在 有孙中山 有齐人 有歧视 而且有他们努力的过程 而且这种努力过程 长达数十年 给建构起来的 你要知道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 从满清那边要脱胎换骨 要摆脱列强的殖民 要摆脱列强的侵略 要让列强看得起咱们 要让咱们每一个人 把饭给吃饱 这确实是走了一段 将近百年的道路 这个辛辛苦苦 曲曲折折所换来的 现代化的道路呢 实在是得之不易 也才这样 有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之建立 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呢 就完全有别于美国式的现代化 换言之同样是现代化 今天我们知道全世界高铁加重起来 光是咱们内地的高铁的总长 就占了全世界高铁的百分之六十五 而且如果我们说从楼房的建设来说 我们内地的所有楼房的总建设 是占了全世界楼房超过三分之一的量 那么谁能说 中国的现代化不现代化呢 当然是非常高度的现代化 再者 我们在人工智能商业 以及在APP开发 在软件的开发 以及卫星 还有月球的相关的探测 以及外太空的探测 都已经是进入全世界的名列前茅 这当然是一个现代化的成就 而这一切一切的现代化成就 所有要追回的一个关键的起点 全都在孙中山县城这里 在国际孙中山县城这里呢 它还有一个共同的关键 那就是两岸都认为 它确实是我们唯一的国父 而且没有第二人选 这一点啊 即便是蔡英文或者是赖兴德 也不敢在这里呢 做马虎眼 既然如此 那么九二共识就是一个 有共识的共识了 而不是没有共识的虚无表面 不是像陈水扁硕说的那种 根本不存在的假公式 万一言之 马虎等于用实际的行动证明 这是真实的基础点 而它代表另外一股地啊 就是它带着好多的年轻人 到了中山林 出了夜里以外 它还重新回到当年啊 1940年代 国民党那时候呢 想要建立三民主义青年救国团 那个三清团 以及到后来实质的建立的中政学社 还有实质的建立的铁学教会 当时所有的十万新年十万军 都是想要拯救这个国家 让国家的每一个人吃得饱 让国家真的建设好 而今天啊 中国内地所有的道路总面积 或者是总长度 已经超过全世界200个国家 加起来所有道路总长 我们都还比他们的长度还要更长 谁能说我们没有现代化了 所以中国式的现代化真的被建立 而那个起点 咱们就应该追回孙中山这边 蛮有正式领导着 或者带领的年轻人 重新来走这个现代化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源之路 所以它定义的寻恩之路 学术之旅和和平之旅 是完全正确的方向 我们终于找到一个不可动摇的 九二共识的关键基础了 感谢你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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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